大家好,我是旺游小厨 今天我们来做四喜丸子,又称红烧狮子头 它是经典的中国传统名菜 它的摆盘通常是四个巨大的肉丸 浸泡在浓稠的汤汁中 寓意着人生的福禄寿喜四大喜事 并配有少许的绿色蔬菜 常被用作喜宴或寿宴的压轴菜 又由于它的外形酷似狮子头 又被称为红烧狮子头 后来被广泛流传的各地 成为春节家宴的必备菜 让我们来开始做吧 第一步,准备肉丸 这里是主料 肥瘦1比1的猪脚肉800克 姜30克,小葱两根 笔器100克,冬笋100克 淀粉两大勺,中筋面粉两大勺 豆腐150克,鸡蛋一个 它的主要材料猪脚肉 常常是采用肥瘦1比1的五花肉 搅成大的颗粒或用手工剁碎 我这里取了一块比较肥的五花肉 大约300克 混合早已准备好的脚瘦的肉馅 能够使最终的肉馅达到 1比1的肥瘦比例 不用剁得特别烂 每颗肉粒大概5毫米左右即可 笔器和冬笋分别切成小丁 笔器和冬笋分别切成小丁 分别放入两大勺面粉和淀粉 打入一个鸡蛋 一块中等硬度的豆腐 大约150克 用手捏碎 下面介绍所有的佐料 生抽两大勺 老抽两大勺 料酒三大勺 蚝油两大勺 盐三小勺大约15克 白胡椒粉一大勺 另外我还加了自制的香菇粉两大勺 没有也可以省略 先大致搅拌一下 用手摔打10到15次 再适量的加一些香油 继续用手摔打和搅拌 直到感觉上劲为止 接下来炸至肉丸 锅中倒适量的油 等待油升温时可以开始准备第一个丸子 取四分之一的肉馅 两只手交替摔打 使之能够初步成型 用一根干净的筷子试一下油温 如果看到气泡生成 这时的油温大约是160到180度 把摔打好的肉丸放入油中 一定要小心手哦 我这个丸子的直径大约是8到9厘米 在炸制的过程中 不停地用锅铲翻动丸子 使之上色均匀 由于丸子的个头很大 这个炸制的过程仅仅是为了上色和定型 接下来的一步就是用高汤炖煮 大约半个小时 将四个丸子摆在一个砂锅中 下面开始熬煮汤汁 你可以选用任何一种高汤 我这次使用的是开羊和柴鱼蟹 熬煮大约20分钟 将汤过筛倒入砂锅中 我这里的高汤大约有一升左右 下面开始调味 蚝油一大勺 老抽一小勺 生抽一大勺 搅拌均匀后 加盖焖煮 这个焖煮的过程 一是为了煮熟丸子的内部 二是为了收汁 准备几颗你喜欢的青菜 我这里使用的是奶白菜 三十分钟后 汤汁已经变得浓稠 加入青菜 再焖煮一分钟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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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入一点葱花 在丸子 在丸子上滴一些香油 这一步 不仅能够增加味道 而且还能提升丸子的色泽 这个配方里 肉的比例大约是三分之二 加入三分之一的辅料 会使丸子不至于太过油腻 其中的豆腐 面粉和淀粉 也能有效的增加它的鲜软度 颗粒状的鼻气和笋 提供了少许的鲜甜和脆爽 再加上海鲜口味的高汤炖煮 会使丸子的口味更有层次感 除夕家宴上的每一道菜 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它远远超过了味道本身 四喜丸子便是其中不可缺席的一份子 它承载了人们 对来年美好生活的憧憬与祝福 如果您有什么餐桌上的年味 特别怀念 请你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一起来复制儿时的味道 请在视频的说明中查找配方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订阅点赞分享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